传神频道网 传神频道网 借着基督的爱心 制作出一系列好的节目 透过各种管道进入人心 服侍那些失上灵魂的人 劝他们与神和好 我们的节目不仅在台湾 我们更走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 欧洲 所有华语背景地区的华人地区 福音写真 就是肩负起这个 重要责任的种子节目 我们借着我们的福音写真 我们拍摄了一系列华人的故事 让所有的华人彼此能够带导 彼此来关怀 从练功到破功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录影带 我相信让大家看一看 在洛杉矶 我们这位李千利弟兄 他为了追求健康 所摆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 但是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 这又是何等的宝贝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福音写真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练气功哈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上有 有花粉过敏症 我不仅对灰尘过敏 我对天空的这个飘的 不知道哪一种花粉 我敏感 对猫对狗 身上飘出来这些气 对香烟的气 我都敏感 我自以前抽了20年的香烟 后来我戒掉之后 就对烟也敏感 所以就是很难过 那个敏感就是不停地打粪涕 鼻子痒 眼睛痒 眼睛通红 就那种敏感 这种叫黑 fever 在美国很流行的一种病 所以这毛病 就是一直干扰着我 后来我看到报纸上一则广告 3月15号1989年 广告说可以医治花粉热 我就有兴趣就去听了 听了那个老师讲了一篇道理 又放了一篇 他的学员们练功的那些影片给我们看 那就深深地吸引住我 所以当场我报了名 就参加他这个两个礼拜六堂课的这个练习 那我在第二堂课的时候 就用他教的那一套呼吸的方法 然后用意念把所谓的丹田里面感觉到的那个气感带出来 带出来 然后把气一直带到头上 然后他说用你的舌尖去找到那个上额上面 那个任督脉断掉的那个地方 你用你的舌尖去找到那个可以把气度下来的那一点 他说你只要舌尖找到那一点 那个气下来之后 你这个任督脉就叫打通了 你就这个小周天就通了 第二堂课开始没有多久 我就通了 一通了我就觉得那个头顶上 有一个好大的力量进到我的身子里面来 然后我身不由己的就觉得 被那个力量把我吹起来 好像吹气球一样 我就觉得全身脏得要命 然后我就冲到那个我们那个气功的那个 演练的那个场子里面 一个我们大家围了一个大圆圈 坐在那边各自调席各自的 那我就冲到那个场 那个大圆圈中间 就全打巧踢又喊又杀的 打了五六十分钟 我也不知道我在打什么 我就进入一种那种 我自己都不能够 不太了解记不起来的一种 恍惚的那种 那种下意识的那种境界里面 这个气功在当时我的生活里面 就是那天那堂课完了之后 老师说我认都卖打通了 然后晚上回去他跟我讲 你晚上这个调习很重要 你回家要好好的再调 按照今天白天这一次感受到的这个方法 回家好好的去再做一次 那天晚上我就回去了 就照这个方法做 做了就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动作 那个动作就是我的气啊 当我的气到我的下盘 也就是说在阴部的地方 发生了很多很怪的动作 然后就做了大概两三个钟头 那个气就停在那边 就一直做一些 真的很不可告人的一些动作 最后我把它带完了之后啊 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里面 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我也讲不来 所以第三堂课我就到课堂上去问老师 我说前天晚上我在房间里面 就听了你的话 叫我回去做这个 晚上这次调习 我做了 我说就发生了下面这些事情啊 这些动作 他一听啊 他就很有兴趣 他说你慢慢地回忆啊 他说你怎么样进到那个境界里面去的 他就慢慢地问我 然后最后要听我讲完啊 他说你这个东西好像就是 男人最想要练到的帝王功啊 当然气功任督脉接通之后啊 我的这个花粉热 敏感的这些感觉就没有了 也不打分题了 那我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啊 就好像被这个气功好像有医治的现象 所以我就在气功里面就钻研了练了两年左右 在那段练功的日子里面啊 我的欲望非常强 尤其是当我知道那个我得到的是帝王功啊 所以里面出来的那种欲念啊 那种营念啊 真的是很强 然后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那段日子里面 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身不由己 因为那个欲望来啊 根本不是我自己要的 突然来了我就没有办法 不管晚上是几点钟 我都想出去去发泄 那很可怕的 那这种情形之下呢 那你说其他部分就是说 我觉得那段日子里面 我那个名利色 欲望大的一塌糊 然后我也自己觉得那段时间 我好聪明 我好像可以read somebody's mind 我可以读 看穿人家心里在想什么 OK 像以前他在念气功的时候 他像 就是很像电影那样子 像给鬼附身的那样子 像有一次在我妈家 像他刚刚开始学的时候 他在我们一个房间念 然后我跟我表哥跟表妹进去 然后看到他在这里念 然后就像觉得很好笑 很好玩 因为像他在发出一种怪声音 然后全身一直在抖 所以我们就觉得蛮好玩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闹他 然后闹完的时候 我爸就站起来 然后就骂了我们 然后像 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 像他念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 可是他念的时候 好像他那种震动的 他那个震动的很大 所以差不多全屋子都可以感觉到 他也可以听得到 我练到最好的时候 我自己可以 两分钟里面只做三个呼吸 OK 一吸一吐叫做一个呼吸 然后两分钟里面可以 那个肺可以吸那么大的气 可以存在那个丹田里面 然后憋在那里面 憋了一阵子 然后慢慢慢慢再把它吐出去 就是说 可以做到那样子地步 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像觉得 自己觉得好像在各方面 他对我都有一点帮助 唱歌好像也觉得自己 然后突然间那个肺活量大了很多 所以那我在这里面就继续地练了 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口气 这个动作上去的时候 你要吸百分之一百 就是说你要吸满 除了胸满 丹田 腹部全部满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既然知道老师讲 这个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 有很多的气可以吸进来 也可以给出去 我们也可以给出去 所以我就对这个 在我周遭的这个环境呢 就很在意 所以那个时候也突然就发生了很多 我生命里面很大的这种 觉得很倒霉的事情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就 本来生意人 本来就已经是相当迷信了 那那个 在那种状况之下 我就觉得更 要寻求一种这种 所谓环境里面的帮助 所以我就去找这个风水师 来帮我看风水 那没有多久呢 我也到了大陆 这个 人家讲你要做生意的人 要请财神啊 那财神一般就是关公啊 所以叫我们去 叫我去买个关公 回来拜 所以那时候去广交会 我也就是 广交会完了之后 跑到深圳的艺品店里面 买了两个大小关公回来 还有什么手上拿大刀的 才能够 才能够避邪你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就觉得那段时间里面 就比较对这个环境 很重视 我觉得既然我们周遭 有这么好的气 也有的时候 不好的气要防范 所以就 就知道好像 那时候我还不懂 什么灵界不灵界 只是觉得 这环境里面有所谓的好气 好气 这就是我们一个样品间 不过平常很少人来 我们这个公司 我们的仓库 包括这个办公室 总共大概有一万平方英尺 然后后面这边是我们的 我们的仓库 就是囤货 然后我们接着订单 就从这边用卡车运送给客人 当我在八九年搬到这个地方 我把它买下来的时候 也几乎是同时 我就去开始练了气功 那那个时候在这边 生意嘛 有高潮有低潮 那时候真的是完全靠自己的经验 来做这个生意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是非常矛盾的一段时光 在八九年搬到这边 因为自己是老板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对自己也不了解 所以我尤其在练了气功 那段时间之后 我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 因为我刚刚跟你讲过 我说我感觉到自己 可以好像变成自己一个神一样 我很多的东西 我可以自己靠着这个气 来控制 所以在公司里面 无形中就是更一种 嚣张跋扈的个性 我相信那个时候 我对我的员工也不是很好 我在这公司待了九年 在九年之前 他的脾气是很坏 然后一个工人做错事 他会大骂就是 他妈的那样就 他说你们怎么搞的 这样 那时他很迷信 他请了一个风水老师来 就把门后面的威号 就把门关起来 然后用柜子把它遮起来 说不能出货 要出后门来 然后要拜光宫什么 这种劳资对立的这种状态 常常我就觉得 我付的这个薪水 我就是要从你身上 得到最大的回报 这就是一个贪婪的老板的心态了 就是你做错的时候 他就叫你们进来 就大闹大跳 就说我现在这样搞的 就会垮这样那样 我们人钱都不能赚回来这样 就说生命里面 虽然包括私生活 公司里面 有一些真认我 让我认为倒霉倒到底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去找一个风水师 来看风水 从这个风水师里面 教我怎么改风水 然后教我怎么改间办公室 然后通通照了他讲的 我都做了 之后呢 他甩了一句话给我 他说你就冲着你这个面向 怕你不找个信仰 你的后半辈子 还有很多事要发生 所以他说你回国来啊 他说到我家来听听佛经 学学佛对你有帮助 就冲着他这一句话 我从来不可能去找信仰的 我这人 就是说不可能 我的生活里面 因为我相信命运 我觉得很倒霉的时候就是命运 我拿命运来安慰我自己 可是那天他那句话 我就放在心里面了 因为那几个月里面 发生那些事情 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人生再这样走下去 我赚钱生活 我那时候婚也离了 我觉得这还有什么意义 我就把他的话记在心里面 我出国了 第一站我就到了印尼 到了印尼之后 当然我是印了那个 我们此地一个金山银行的一个 前两任的总裁的邀请 去跟那个林少良的那个三儿子 那个Anthony去谈 跟他们家合作在印尼 搞一个铜器加工厂的这个可行性 所以那天谈完了之后 这个周总才请我吃饭 他知道我第二天要回台北 所以在那边吃饭的时候 他跟他太太 还有他印尼的那个父母 他们四个人跟我一起吃饭 在这个中国大酒店里面 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开始祷告 我才知道我认识他好多年 原来他还是一个信神的人 所以在饭桌上 他们祷告完了 我们开始吃就聊起信仰 然后我就先发表我这一套 信仰的这种宇宙观 所谓的 我就跟他分享 我说我现在在练气功 我说从我开始练气功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机器人 我说这个 我说我绝对相信有一个造物者 他的文明比我们高超到不知道什么地步 把我们造出来 我说我每次调习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我身上这个经脉 就是微妙的一塌糊涂 我就觉得我身上这个经脉 就是一种有机的电线 反正我那个时候就跟他分享这一套 我自己很幼稚的这一套 人生信仰观 那他们四个老基督徒都不坑气 我讲的时候他们就在吃饭 结果我看他们也差不多快吃饱了 你知道 那我都还没开始吃了 因为我正在口沫横飞地 讲得不可收拾 结果那个周先生 他们也快吃完了 我就开始 终于讲完了 我就开始吃饭 那周先生就讲了几句话 他说你如果觉得信仰 对人没有什么帮助 他说我们就不要谈下去了 他说如果你觉得信仰对人有帮助 他说你要信 就要信到最好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马上心里就起了疑问 我说对我而言 所有的信仰都是好的 我说他说怎么会讲出个最好的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哪个最好 他就说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比较 他说你从每一个宗教的经典上面去比较 看哪个经典 他说你既然同意有这位造物者 他说这位造物者 他既然把人造出来 把这个宇宙造出来 把这个世界造出来 他应该像他造的这个人 有所交代 有所启示 他为什么造这些东西 他造了人的目的在哪里 他把人放在这个地球上面 是为了什么 将来这个地球的命运是什么样 这个世界是怎么个走向 人是怎么样一个走向 人死又到哪里去 他说应该对人有这样子的交代 他讲了两点东西我就听懂了 听懂那既然基督教 也是宗教也是一个信仰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与其去先学佛 我说如果让我有选择的话 我说我先选当当基督徒 试试看 如果不是那么回事 我再回去听听佛经 我说再安排其他的 就这种心情之下 我在房间里面按照周大嫂跟我讲的方法 他说你到房间呼叫主耶稣的名 是我们信的这位神 他说你有什么疑问你跟他讲一讲 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呢我就回到房间 就真的是跪在地上呼叫主耶稣的名 然后越叫越舒服之后 我就开始跟他讲 其实今天我知道就是在 等于基督徒的祷告 其实我就是跟天上的神讲话 我说主耶稣啊 如果你是真是这一位神的话 照我的这位神 我说我我愿意认识你 那个时候我身上的丹田里面的气啊 有一坨像鸭蛋那么大的气 只要我每天静坐放松自己 我用意念我可以把它带出来 那一团暖暖的气可以 我脑筋带他在这个穴道经脉里面走 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很舒服 可是主耶稣那天晚上 就用我丹田里面这个气啊 三次的爆炸出来 把我溶罩在那个气墙里面 印证他自己三次 那第三次印证出来之后啊 我就好感动啊 因为我人生那一刻 我什么也不信 我除了信我自己 再来就是信我身上这口气 所以那天主耶稣就用这个气 来印证他自己三次 哇对我来讲 是我人生那一刻我最敏感的东西 他来印证三次 第三次一炸出来那个气啊 我真的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就开始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就在开始哭啊 那那个时候因为在印尼 我已经有一些很美的经历啊 经历到这位我要相信的这个 基督教所信奉的神啊 上帝 所以我就到他们教会里面去 第一次 那个是我生平 41岁以来第一次进教会 那天我也去接了我的儿子啊 然后一起去这个教会 到了教会里面啊 我就觉得一进去啊 我就觉得哇 这个地方气好强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那个时候丹田里面的那个气 肚子里面的那个气啊 就像那个打鼓一样的 在我那个 在我的那个 肚子上面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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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边跳 然后震动得非常的强烈 然后我的舌头在口腔里面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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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就没有办法控制的在那边乱撞乱抖乱动 那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 这个叫当 当我在练气功的那段过程里面啊 每当周围有所谓的好的气 强的气的时候 我就会身上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来 所以我一进去 我说哇 这地方怎么气那么旺 我就 所以我就用那个气功的方法 我吸啊 哇 一直吸一直吸 你知道啊 吸吸吸吸进去 把它吸到丹田 然后就一直想把那个气吸进来 所以那天 从头到尾跟他们在那边做那个 所谓的他们敬拜上帝 然后 有 信息的分享啊 种种的 反正我 我都 我都有点心不在焉 我只觉得那个气好强啊 然后我身上的那种那种反应啊 是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的反应过 所以那天 好不容易他们聚会完毕了 快到十二点 这个介绍新朋友 这个周先生就请我起来 就 介绍给他们的会众 然后 跟他们会众说 这个李先生在印尼有一个很美的 很奇妙的一个经历 他说你 希望我起来做一个见证 所以我就站起来了 我一站起来啊 我我里面要讲的话 我都讲不出来 我该讲的 想讲的 有关经历 主耶稣的这个经历 都讲不出来 我说我讲的就是那种 那天饭桌上我对这种 宇宙万神论啊 这种啊 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这套道理 跟大家分享 后来 下面的听众都听得不耐烦了 后来终于那个周先生 拉了一下我西装 我才精醒起来 精醒之后我就觉得很懊恼 我说怎么搞的 我要讲的耶稣基督都没有讲 啊 为什么我我会身不由己的讲这些 实在是不合体统 不该在这里讲的这些话 这个时候啊 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 叫我赶快走 我感受到这个声音的出现啊 我就全身有一股莫名的恐惧 哇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自己实在不了解 后来我心里就想 哇真的是 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祷告完了 我就 真是迫不及待的 就赶快拔腿开溜啊 当我开车到了高速公路上 我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一点 我突然发现我的口腔啊 痛得要命 然后我用舌尖一去感觉 我就上饿 整个的上饿的肉啊 皮肤啊 都被我自己的舌头把它顶撞烂掉了 破掉了 很痛的 那上面的肉很润的 后来我心里面就更害怕 我说哇 我说我从练气功到现在 我的舌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 来整我自己 我说到底怎么怎么一回事 当我这个惧怕的心出来的时候 我里面突然有一股 很强的一个感受就是 你赶快开回家 到房间 跪到房间 像印尼那天晚上一样的 来呼求主耶稣的名 问主耶稣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开到家之后 我就这样做 我就跟主耶稣讲 我说我的舌头会做这样子的事啊 是因为气功的缘故 我说可是气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子 整我 我说把我整的整个口腔都烂掉 我说更绝的是 我说主耶稣是你那个信徒 那个周先生 我说他是以前那个洛杉矶 金山银行的前两任的总裁 我说这个周先生 他更绝了 他今天下午在他家说 我不可以练功了 他讲什么走火入魔 他讲什么毛骨悚然 或讲什么最后讲到鸡皮疙瘩出来 我说主耶稣那可真绝了 我说我练功我说第二年我不太喜欢练 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说居然被他讲到了我的这个要害 我说难道我真是走火入魔 我真的是气功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的东西吗 我说如果真是不好东西的话 我说主耶稣啊 我现在你是神啊 我说我现在求你把我把这东破掉 我不要了 我才讲完这话 我那个胃上面清清楚楚的有一个东西 贴到我皮肤的内层呢 就这样蛇形的往上爬 往上拱 结果他一开始拱 我一意识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开始鬼喊 没有办法的歇斯底里的那种喊叫 他就一直喊 我想如果你看过那个大法师的电影 那个女孩子被鬼附的那个 他怎么喊呢 我跟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差不多 一直喊啊 然后那个东西那条蛇啊 就蛇形的往上爬到我的上腔上头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喉咙在喊嘛 口是开的 我就觉得天上有一股好大的力量 从我的喉咙里面 把一个东西吸掉 这个东西一吸出去 我才能够喘一口气啊 第二个在我的肝上面 又是一个东西在里面爬 然后跟蛇一样的往上拱 我又开始不能控制自己的鬼喊 吼叫 然后那个那条蛇爬到我的上腔之后 也是被空中一个力量把它吸掉 第三个东西很快地 从我体内就冲出去了 我还没回过未来啊 这第四个在我胸口 这胸口这个东西一动啊 我就觉得一股心心臭臭 要呕要吐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赶快拿了垃圾桶啊 就抱在怀中 就一直干呕 呕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后那玩意儿也是被空中的力量 来把它吸掉了 这四个东西一吸走 摊在地毯上面啊 一直喘一直喘 然后一直流汗 可是我的脑筋里面 从来没有那么清楚过 那么清爽过 那么轻松过 就从那天晚上啊 我这个人就改变了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 从那天晚上开始啊 你知道我这个人以前 从初中高中大学啊 当兵到社会 41岁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 就是讲话满口的三字经 变成我的口头禅 我改不掉 可是很奇妙 那天晚上开始啊 我就 再也没有讲过三字经 我就不会讲了 我好像中文不会说耶 比较 跟别人来往啊 就是比较多 然后 然后 现在也是 比较开放 然后 也比较 嗯 比较 比较 会听别人要说什么啊 就是不是那么像 固执 进教之后都 看起来 还会开心很多 那神在我跟我的家人上面的关系 尤其是跟我孩子上面的关系 那真的是 那就讲不完了 那我儿子的改变跟我之间的关系 以及跟我跟我前妻之间的这种关系 都有 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的那些邪情私欲啊 那种吃喝嫖赌的念头啊 就不像以前那样子的 再来回来干扰我 让我身不由己的去满足身体里面 生理那里面的需要 从我那个气功得到的那个 生理上面的好处啊 如果不是神怜悯我啊 我这辈子也可能走不出来 光从那个帝王宫啊 就 我上世上的男人 没有一个不羡慕这个东西 光这个帝王宫 就可以把我陷在里面 陷一辈子 搞不好今天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早就死在那种 那种 那种恶病缠身 要不然 很多很多 我对于气功认识 我曾经这个学过气功 然后功力也很深厚 OK 我跟李前明一样 都是在气功上走得很快 然后但是我也学过好多个老师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 我的气功的状况 出了很大的问题 以前我有些特异功能 我能够看气 能够帮人家治病 可以看人的气 可以看房子的气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OK 气功是很奇妙 当然觉得很奇妙 因为人不知道 然后我也从气功进入到佛教里头去 我也信了佛教五年的时间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的气功完全的走岔 OK 我脾气变得非常的暴躁 然后人身里变得非常不舒服 然后气功的问题 当然很多人也出过这个问题 但是每一个人气功的出问题 有大有小 但基本上我后来发现 我跟李前明一样 我看到李前明的见证以后 发现他的见证跟我一样见证 因为他气功有邪灵上的问题 我也发现我有邪灵上的问题 感谢神呢 就是从那天晚上啊 主耶稣把那四个邪灵 给我赶掉之后啊 我这个吃喝嫖赌的念头 就没有了 就不来缠绕我了 我慢慢的就是很奇妙的神也帮我 把我的生活完全改观了 那以前跟我一起去吃喝嫖赌的那一票朋友啊 他们也不来找我了 就是很奇妙 那神把我带进教会 让我去感受到教会里面的这个新的生活 教到的这些新的朋友 是我成长四十一年里面 我没有经历过的 我都不晓得是社会上还有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朋友 我们在美国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就是 老美说There is no free lunch 这个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可是我发现 在教会里面那句话就不通了 在教会里面真是有免费的午餐 不只有免费午餐 还有免费的晚餐 你如果要的话 很多弟兄姐妹欢迎你到他们家去吃饭 去交通 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来敬拜神 我跟李千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们到美国来差不多将近20年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 我看见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尤其是在五六年以前 当他还在做生意的时候 我看见他的生活上面 因为做生意有很多的压力 同时在他的生活习惯上面 他是酒色才气都来 同时他也有很喜欢看风水 以及算命 尤其紫围斗树这一方面 他都有专言 自从他信了耶稣以后 我看见他生命的改变 他不仅不再开口说脏话 而且他开口真是说造就人的话 他也在生意场上 所有的朋友过去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 他都积极地向他们来传福音 因为他真的是能受到这个喜乐 我祝福音乐 我主已是生命本源 在祢光中 亦遇见光 我主已是生命本源 在祢光中 亦遇见光 我们今天晚上聚集 特别为志伟弟兄 他们一家人摆上的这个尽兴会传播中心 学书今天看到传神频道里面播出来的这些见证景集 能够让很多的人归向祖主 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们 因为是祢的爱 是永生的道路的主 主耶稣我们仰望祢 我们将爸爸妈妈都交在祢的手里面 主耶稣他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可是主 祢拣选了他们 也让他们受洗归到祢的名下 我们感谢祢 他先入住以后 他就是好像个正人君子一样 那就是什么事情都一点都不够前 无论是对人对事对朋友 都是一时一二时二 都是正正经经的 没了我 我应该说应该是你出现 三次我给 制作不善的 新闻 所有时候可以汇集到这里 主编台导播台 四 三 二 一 让我非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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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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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我的记忆里面 好像他从小就很少哭 也很少掉过泪 也许在我们家也没有人敢欺负他 所以他也不需要有那样子委屈流泪 那长大即便是 这个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 他也很少流过泪 我的记忆里面很少看到他哭过 可是从他信主以后 好像说的说的话 他就会掉泪 那心里头非常的柔软 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买了一个新教堂 整修好了之后要献汤店 就大清扫 那天我跟我姐姐 我就带了我的外甥 我们就去大清扫 我就拿了那个水桶拿了抹布 我就找一间厕所我就进去了 进去去擦擦马桶擦那个墙壁 最后就趴到地上擦地板 我擦擦擦的时候我还蛮高兴的 虽然流着汗啊在吹口哨 我还蛮高兴在那边唱圣诗 就突然我就觉得有一个声音叫 李前铭你在干什么 我就愣了一下 我就在想对啊我在干什么 我现在跪在地上在那边擦地板 我在干什么 哇马上我里面那个感恩的心就出来了 我说哇神啊 我说神啊 我说神啊你真的 你真的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工作在我身上 我说我改变了 我说我怎么会在这边擦地板呢 我说我这种事情不可能啊 我说我长到这么大 四十四十三岁了 我就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说我从小 就是所有家里面的事情都轮不到我做 我说我出了国之后 也是一切顺顺利略的 轮不到我做这些事 我说我还没有毕业 我就自己出来当老板 我从来没有被人家指使过做什么事情 我说今天我说我说我公司我自己是老板 我怎么会趴在这个地方 擦地板 擦厕所里面的地板 我就觉得我不可思议 哎呀我是主啊 我说你真棒 求你离开 求你开我的眼睛 是我看出你领发中的奇妙 求你开我的眼睛 是我看出你领发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求你开我的眼睛 求你开我的眼睛 是我看出你领发中的奇妙 求你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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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看出你领发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求你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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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看出你领发中的奇妙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是在地上做几句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求你开我的眼睛 求你开我的眼睛 是我看出你领发中的奇妙 求你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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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有一些人想追求一些东西 最后得到的时候 也得到了一些他不想要的东西 李千铭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只希望借着气功改变他的体质 让那些花粉热的毛病都去掉 可是谁能知道在练气功的同时 邪灵进入到他的身体 他的人完全改变了 成为一个吃喝嫖赌的人 不仅是他自己不喜欢 连他周遭的人也不喜欢 可是圣经上告诉你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感谢主套着那个基督徒周弟兄跟他的家人 来给他的帮助 你看看 圣灵就在那里做工 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在一个罪恶的身人里 他的人完全改变了 他信主 这不正是圣经上所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真的感谢主 他现在的健康 不只是肉体的健康 他是身心灵的健康 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你在追求的时候 但是我们多么希望 你也跟我们一样 能够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助 让他来管理我们 让我们跟着他的脚踪往前走的话 无往不利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